超級超強 速日哀悼 最驚難的一役 17強大膽挑戰千萬網友 這次超友們將接受廣大網友指定演唱 這也迫使著選手們 必須面對殘酷的各種評價 我看到的網友對我的評論 有好的也有壞的正反兩極 怎麼說 他就說 你會去當你的國文老師 或是你去選美 你去演戲 就是不要來唱歌 網友對他的評價 聽說對你長得上有很多意見 對啦 生氣囉 老大生氣了 就是 張欺欺人 請你一下好不好 我的鬍子是怎樣 網友都開些什麼歌給你 這是蝴蝶姐姐的蝦操心 還有水立豪姐姐的五一五啊啊 五一五啊啊 對 大家會對我有一些很高的期望 所以我很開心 裡面什麼歌都有 包羅萬象 他們看了一些什麼歌 讓你覺得動一點 嚇死我了 什麼東西 什麼歌… 愛的包包 有一個網友他點那首歌 我不知道他是想要幫我 改變形象還是什麼 他點一個叫什麼 擺足出好水 拍得出好水呢 還有 可以講嗎 那個 晚仙桃 我知道耶 代表他們對你期望值很高啊 我覺得你比較想整我 沒有 究竟誰會在網友點哥的言可考驗中 黯然離開 ピノ 歡迎收看超級偶像 今天的主題叫做網友點哥賽 今天我們的評審團有點不同喔 我們先掌聲鼓勵歡迎我們的超級評審團 新加入的评审老师包小松老师 好 还是要了解到今天的赛制 志平老师 好 今天是网友点歌 也是17选16场的比赛 今天演唱的过程中 分数最低的一位 就会暂时先坐在失败区 到最后比赛结束以后 分数最低的一位 今天将会离开这个舞台 但是同时 也会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最后会选出一位MVP 他会得到格局面影彩妆 10万元的等值商品 好 要加油 要加油 我先欢迎